学习顺便游玩的几天太累了终于到家了 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减脂餐 我要对减脂餐拜闪拜 吃好三顿饭的减肥方法 不仅让我和我的家人收获了健康 同时我数万的粉丝朋友也跟着我收获了健康 返程我坐的是苏州到长春的慢车 时长是二十三个小时 我坐的是下铺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69岁的姐姐 目彻有1米6的身高 体重大约有160斤 从南往北走满车乡都是东北话 都是东北的老乡 在闲聊当中了解到姐姐是赫岗法院的一位退休干部 她是去上海看弟弟 也是不能久弱才选择的卧铺 这一路姐姐一直在吃弟妹送给她的各种各样的水果 然后三餐都要吃一粒酱糖药 姐姐说是进口的 是可以吃水果的 姐姐说自己是二型糖尿病 在闲聊当中 姐姐也说了自己的观点 她说人呢 年轻的时候想吃啥就吃点啥 不要上了年纪吃啥都不香 什么也吃不动 所以人不要老想着减肥 胖瘦都无所谓的 想吃啥就吃点啥 想玩就出去玩几天 她弟妹天天喊着想减肥 她说没有必要 她说她老劝她弟妹减什么肥呀 我本来想把我们的减脂餐介绍给她 听她这么说 我还怎么开口 对面的姐姐法院退休 工资呢就六千多 吃的酱糖药呢也是进口的 像我这样的群体 如果消费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还有我的母亲三十多年的糖尿病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浑身无力 吃什么都不香 每天吃药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胃肋 如果我们感冒了 吃了感冒药 什么好吃的摆在你的面前 你都不想吃 姐姐说得糖尿病是遗传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遗传是一方面 饮食也是主要的 一个家庭里的人 饮食习惯基本是一样的 谁又能拒绝得了妈妈做的美食呢 肥胖是得糖尿病的原因之一 我和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粉丝通过吃减脂餐的方式 让自己瘦下来 有多少粉丝就跟我和我老公一样 瘦下来以后 酱亚的药是不吃了 瘦下来以后 既然药不吃了 还有什么别的药也不吃了的朋友们 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每天不吃药 省钱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所有的药 对我们身体都有伤害 是药三分毒 我说的对不对 减肥只是一段时间 又不是天天减肥 通过这次除去游玩 我更相信 我们的减肥方法 瘦下来以后是不会反弹的 凡是反弹的 都是因为你暴饮暴食了 还有像我这样特殊的群体 新朋友不知道 新妈九个月打针落下了小儿 马匹的毛病 行走困难活动量是很小的 真的是反弹 今天我先说观点 不说反弹的问题 不能跑蹄 我们的减肥食谱是不节食 不运动 就是吃家常便饭 让自己舒服的瘦下来 让身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不香吗 减肥有什么不对呢 我代表我全家 还有我所有的粉丝朋友 对减脂餐 拜三拜 谢谢减脂餐 让我们有幸了解他 每天牛奶 鸡蛋 玉米 南瓜 鸡鸭 鱼肉 蔬菜 水果的吃着 家常便饭 管理体重 真香啊 才回来 再让我吃两天 买了不少好吃的呢 明后天 我再带大家减肥打卡 这次呢 我们是军团作战 成员呢 先不告诉大家 新朋友给新妈一个关注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身高体重 然后呢 我就把师傅免费的送给你 然后可以跟我减肥打卡 这次我所有的粉丝朋友 不要再错过这次减肥打卡的机会了 马上就快过年了 给自己一个健康瘦下来的机会 明天见朋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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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